砂石車翻車瞬間曝光 休旅車才剛出現在路口 後方砂石車緊追上來 整輛車體已經重心不穩 左側騰空往右傾倒 直接壓在休旅車上 後方的車輛看到馬上減速 車禍發生四分鐘後 就有熱心騎士和民眾 一起在路口幫忙指揮交通 警車救護車陸續到場 但是救護車無法馬上救援 因為休旅車整輛擠壓變形 你把它壓過去 白色休旅車像是被揉過的紙張 變成一團廢鐵 還覆蓋了大量培養土 地上都是散落物 車上一堆母子受困車內 但車體變形太嚴重 消防隊員破壞時 直接把車頂整個掀開 方便救援 先是救出了19歲的兒子 受了重傷意識不清 接著43歲的媽媽也被救出 兩人一度沒有呼吸心跳 趕緊將人送醫抢救 當時一名男大生騎著機車 就跟在休旅車 車扣面驚險躲過一劫 但也目睹一切 大喇車它在前面的時候有加速 它速度非常快 所以它在下來轉彎的時候 這邊的彎比較大 重心的問題 所以它整個 它是從車斗後面整個往外返 南大生舟包鐵歷經深思 一瞬間連車子都被壓成廢鐵 只差一點點 自己可能也會被砂石車壓住 停下來去看的時候 才發現流台車已經被壓 就是變幾層 事發在10號早上9點多 地點就在台中北屯 東山路二段大湖巷口 警方初步了解 砂石車59歲的蘇信駕駛 載運了大量的培養土 從新設往台中市區的方向 母子檔則是媽媽開車載小孩 警方調閱路口監視器 砂石車在下坡路段過彎失控 不偏不倚 就壓中了母子檔的車 一路往下推撞 直到撞上路邊電線桿 警方初步調查 砂石車輸信駕駛 糾測指示零 但什麼原因 在下坡又過彎路段 車速還這麼快 導致無辜母子檔 在路上遇見 TVBS新聞 雪莉凡 陳侯毅 羅惟欣 SNG小組 台中報導